七歲女童貝貝是台灣第四例miss c案例 從外觀看最明顯的就是眼皮紅腫 浮出血管還有眼白沖血 貝貝爸爸呼籲要特別注意曾染疫過的孩童 貝貝是在5月13確診 全家8人染疫居家照護 解隔逐漸恢復 沒想到22天後 發燒38.9度輕微腹瀉 隔天沒發燒活動力恢復 但6月6號凌晨高燒到41.3度 活動力降低沒胃口 曾帶到診所醫師說在觀察 但6月7號早上貝貝氣色變差 媽媽響起新聞中有報導miss c 馬上衝到急診 小舅子有傳一個新聞 跟我老婆講說 你女兒很像是這個狀況 很像是腸胃炎 那她說那現在安排住院的話要等 沒有病房 或是你選擇拿藥回家 然後我老婆就堅決說 不行我還是要留在急診室觀察 索性在急診遇到吳昌藤醫師 安排抽血檢查 確認是miss c後 馬上住進加護病房 但貝貝爸爸也在病危 通知單上簽了名 心裡頭很難受 女兒上去加護病房 來不及跟她講話 結果就推進去了 所以那時候會想說 哇我如果推進去 那會不會 可能沒辦法跟她 跟她講說後面的事情 住院當晚貝貝心跳下降 血氧降低 淋巴和部分器官也發炎 索性治療後 10號中午開始能進食 家長也做了飯菜送到醫院 晚上會睡不著啊 然後再來因為小孩子 第一次離開家裡 而且沒有爸爸媽媽 適時的給免疫球蛋白治療 搭配類固醇 嚴密監測小朋友的血壓電話 貝貝因為miss c還在住院 但家屬因為PCR人陽性 不能陪病 只能透過電話得知女兒狀況 雖然還不能見面 但醫護協助拍照報平安 家長也只希望女兒 能夠早日健康出院 TVBS新聞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小鈴鐺 大視聴 我 都不會打光